HELLO 大家好,我是兔子阿比,YA! 今天呢,我們要來玩一個新的遊戲 叫做Card Life 我們就姑且稱它為紙箱生存吧! 那這個遊戲呢,它的應該會很像Minecraft 就是可能都是一個有點開放世界的生存的概念 那都是一樣要採集物資啊 然後這世界上除了我們玩家之外 也是會有其他的生物 可能有一些是友善的,有些是不友善的 但是Minecraft世界裡面的東西都是方方正正的嘛 那這個Card Life紙箱生存裡面的所有生物呢 看起來都像是有人用紙箱做出來的一樣 就像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起始畫面的這個人一樣 連火堆看起來都是用紙箱堆成的耶 看起來就非常的可愛 感覺就是一個充滿著想像力的遊戲 對,那今天呢,因為據說就是這個遊戲 它可以自己就是用這個紙箱剪出你自己的想要的人的這個Skin 那我想說呢,大家應該還知道就是那個 兔子我有一個Skin是那個外星兔的樣子 我想要試試看有沒有辦法用這個紙箱去呈現它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好,現在它要我們建立我的角色 然後它還蠻微妙的就是這個角色的那個臉是平面的 可是身體是立體的 還蠻神奇的耶 那不太知道我要怎麼樣子才可以 呃...磕出我要的這個兔子的這個臉 好難喔 我們先磕一個外型好了 外型的話大概會是這樣子 嘿 嘿 嘿 喔喔喔 那個耳朵怎麼一回事 哈哈 好像有點好笑耶 重來重來 欸,用滑鼠要磕這個也太難了吧 超級...難度超級高的耶 我的天啊 嘿 為什麼就是... 嗯...左邊耳朵那邊就是怪怪的 不知道為什麼 瞬間就會慶幸 還好自己的那個兔子臉還蠻好畫的 都還蠻...方正的 欸嘿 可以喔 這個兔子臉還蠻可愛的 哇 那接下來我那個扭闊的部分也太難了吧 等等等等 我需要開啟一下那個參考圖片 這樣子眼睛就只有一個洞而已 好詭異喔 所以我還要再這樣子畫一圈嗎 喔 更詭異了 這也太難割乾淨了吧 這到底是什麼 好難喔 慘了 郭小梅勞不及格 呵呵呵 這樣子有像嗎 然後現在更麻煩的是 還要割出他的耳朵 喔 耳朵出來了 一隻眼睛也出來了 怎麼辦 扭扣的地方我不會畫 這樣子 看起來很嚇人耶 半夜走去就覺得人家會被我嚇死吧 因為不知道怎麼刻扭扣的部分 太難了 我實在無法完美的呈現我的這個兔子 呵呵 無法 無法 這是什麼 沒有辦法幫他加那個 鬍鬚嗎 奇怪 如果是紙張的話應該可以這個吧 緊緊貼貼之類的 這是頭的部分 看起來有點驚悚 就先這樣吧 呵呵呵 不知道該怎麼畫 比較不會看起來這麼可怕 然後這是什麼 胸前這一塊的部分嗎 好大喔 可不可以小塊一點 我想要當一隻小隻的兔子 還是可以這一塊不要嗎 嗯好像會怪怪的 超醜 呵呵 這塊好圓好圓好小喔 這樣有像愛心嗎 好難喔 然後肚子的部分 呵呵 這樣長得好奇怪 我到時候一定會拼不起來 真的是一個 立體概念不是很好的人耶 好像這遊戲 在畫這個的時候 立體概念不好的話 應該會蠻辛苦的喔 然後肚臍嘛 兔子的肚臍就是有打叉叉 有了吧 呵呵 這樣肚臍有打叉叉了吧 然後 他的手跟腳 這是手嗎 對 手可不可以短一點啊 可是我覺得他手短一點會很好笑耶 呵呵 整個變好短喔 然後 這是腳嗎 腳要細細長長的 呵呵呵 呵呵 整個人變好好笑喔 他的手長不能夠再變了嗎 現在我的兔子人長這樣 那個臉看起來就非常的哀怨 呵呵 不知道為什麼 呵呵 我覺得好好笑喔 呵呵 天啊 把那個剪個腮紅 喔好詭異喔 算了 嗯 沒辦法再退回去了嗎 好好吧 重重重剪囉 呵呵 到底怎麼樣才可以剪出那個很可愛的眼睛啊 真的是有點難度耶 對啊 完全不知道怎麼呈現耶 天啊 我們先剪出簡單的那個耳朵好了 我不能夠用美工刀好好的割嗎 這看起來就是用那個啊 沒有用美 沒有用齒隨便亂割的那種 呵呵 耳朵 好醜喔 真的是很難耶 然後眼睛的話 一定要是要那兩個眼睛的洞嗎 那個世界難的耶 我現在成為一個沒有臉的兔子了 然後割一個叉叉好了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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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死掉了 呵呵 呵呵 我覺得應該也蠻可愛的喔 割一個圈圈 好小喔 大小眼 然後眼睫毛 唉唷 為什麼不能夠好好的割 一定要割成這樣 看了就覺得很麻煩 對啊 好醜喔 好了 我已經很盡力的個出眼睫毛了 鼻子 嘴巴 好像長得有點 有點微妙 呵呵 然後 還需要眉毛嗎 幫我夾個眉毛好了 呵呵 呵呵 這個眉毛是什麼 我覺得有種一臉囧樣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這眉毛長得好好笑喔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八顆的腮紅 呵呵呵 不知道為什麼 看起來好ㄎㄧㄚ喔 呵呵 一個眼睛叉叉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身體的部份好了 喔 有沒有 胸前變一個愛心了 可是變一個愛心也好奇怪 還是 就變一個愛心好了 如果他撞進中空呢 喔 好可怕 我是一個沒有心臟的人 再撞一個大愛心 然後 有點想要就是在上面撞一個ABI 還蠻 蠻可愛的啊 自己說 再撞一個小愛心 肚子的部份我覺得可以改一下 不然看起來也是蠻神奇的 肚子變好遠喔 找得好好笑 就這樣囉 可惡 他後面不可以畫一個尾巴欸 我覺得好啦 可以啦 幫他匿名好了 這叫做Rabbit ABI 我就這樣刻這麼久 我花了幾分鐘在刻這個啊 我覺得我花了大概快要十分鐘 在刻這個人上面 那麼我們就建立 喔 這裡是哪裡 好黑喔 WASD是前進 空白跳躍 Shift衝刺 然後 主動作是左鍵 副動作右鍵 物品藍是I 地圖是M 物件互動是E 然後 J是日記 V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快捷鍵沒有特別的射手 是F 交換第三人稱是F8 太遠了吧 誰會用到F8 這太遠了吧 F8 好神奇喔 好可愛喔 在看到我在這邊跳跳跳是不是 沒有辦法看到那個 臉的部分 F8 他只能夠就是 切換第三人稱 跟用第一人稱的方式 那之後的話我應該會跟 就是 要還有法師他們一起來 跑這個遊戲的生存系列 那到時候的話 可能也是會用直播的方式 就 再請大家要記得來看囉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先到這邊啦 大家下次再見囉 掰掰 可惡 我好想要轉到正面 可是我沒辦法轉到正面 真的是 很無解 而且看包包也看不到自己 這一點我覺得 非常的難以 很容易習慣 因為以前那個 就是 玩其他遊戲 你要看自己的方式 就是開包包 我居然連看自己的方式都看不到喔 不知道真的蠻可愛的 是連影子都會有你 Skin的那個影子 好吧 只能給大家看著我的背面了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에